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MV点阅率短短一年多 已经冲破五千万大关 李千娜还因此拿下 金钟迷你剧集女配角奖 给我一年的时间 给我一年的时间 李千娜没放慢脚步 她尝试各种挑战 像是又唱又跳 在台上完全不能NG的音乐剧 木兰少女就是其中之一 不是科班出身的李千娜 一开始也很崩溃 第一次演舞台剧的时候 真的有打击到我 我会觉得我怎么什么事情 都不会了突然 比如说唱歌怎么这么难 唱歌突然变得很难 然后演戏 不是我平常也在做的事情 怎么突然好像不会演戏 然后所以第一个月的时候 真的很紧绷到都会睡不好觉 然后甚至是在排练的时候 都没事 让我回家的时候也会偷哭 但再难的挑战 个性倔强的李千娜 牙一咬撑过去 就跟十年前参加歌唱选秀节目的她一样 一度被看好 却因为姿势曝光影响了心情 李千娜在第十名止步 对外界的舆论与媒体的关注 让千娜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 对自己也越来越没有信心 接连坐入失败区 当初参加比赛的时候 就是有想到说 这些事情会爆出来 可是就是 现在爆出来就觉得 有影响到家人很对不起 妈妈 妈妈 姐姐 对不起 其实影响到你们 但她那说故事的声音 被音乐制作人周传雄向众 只是从签约到发片 长达三年的时间 李千娜零收入 梦想跟现实两边拉扯 我女人那时候还有儿子 他们在逆幼稚园 都是欠费的状态 全部的学生就只有我是这样 那其实我就会觉得 对不起小孩 比如说一天 一天就是喝一瓶乌糖豆浆 对 然后我就拜托Seven 他们要丢过期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拜托他们 吃 给我吃这样 对 而且那时候 很多人认识我 因为比星光的时候 有受到大的助力 所以更难开这个口 对 但是你为了生活 其实有时候你需要卑微一点 对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女孩子的秦始动 我这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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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终于 机会来了 李千娜成长的背景 跟电影《朱丽叶》中的角色 极为相似 演出电影《处女座》 如鱼得水 最佳新语言得奖的是 朱丽叶 李千娜 很幸运有得到这个奖 其实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 然后甚至是给 让大家更多人看见 我不只能唱歌而已 李千娜虽然是 以歌手身份出道 但在戏剧表现上 屡屡得奖 这一点老天爷 仿佛是独了李爸爸的心 我们家人感情都非常好 可是只要跟我爸讲到 唱歌这一块 他就会有怒气 然后我们就处于一个 要决裂的状态 在演戏上面 他会鼓励我 他说你演戏可以喔 这样 他也不会讲说 我觉得你演得很棒 不会 他说你可以喔 可是不能演配角 其实李千娜从小父母离异 爸爸对他疼爱有加 家里经营的歌舞团 就取名为千娜歌舞团 家族事业触角也南瓜深厚之势 像是做纸扎 棺材送金等等 你说我睡三楼 他就放在二楼 那你要睡觉之前 一定会经过他 或者是有人要来买的时候 你就需要一个人去拿 那边都很黑暗 然后又一堆纸扎人什么的 你觉得好可怕 就觉得好可怕 我没有一次习惯过 就每次拿 每次都觉得很可怕 谁不喜欢看的花 但高兴光 夹在手里夹大 李爸爸突然惊喜现身 让李千娜感动得泪流满面 李千娜诚说 他写这首歌 就是不想再跟爸爸吵架了 父女两人对音乐录的旗舰 也随着年纪增长逐渐淡化 说唱就唱 如果选一首歌 代表现在的自己 李千娜选择这首 她作词作曲的打勾勾 希望自己莫忘初衷 永远hold住 最终那份对表演的热情 帮助我 想成功 得不许 MING